K心地,2099年5月3日,风雨无阻,日夜兼程 大家好,我是大虾,我还在路上 我和我的基地车,5月3日,真的是个好日子 我捡了一部收音机,非常庆幸 收音机居然有末世前的歌曲 听着歌,我感觉仿佛昨天就在眼前 那时候的我和乔布拉坐在草地上吹着风 享受着明媚的阳光,大放绝齿地弹着我们的未来 取机,生子,一起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 睁开眼睛,我才发现 基地车和手里面捧着的收音机提示我 昨天不见了,走吧,山高路远 夜晚是如此的寂静 发动机的轰鸣声,车轮的斩压声 仿佛星球已经停止了转动 这个世界只有我在向着,不值得希望前行 每当基地车的能源耗尽时 我都会迫不及待地给它补充足够的能源 我觉得我的时间非常赶,非常急 虽然在这个世界,时间已经失去了原本的作用 但是,我还在努力地前行 在我的路途中没有日夜 我只在乎,基地车走或者不走 我经过仍然在转动发电的风力发电机 或许他不知道,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他服务的对象了 我遇到了一群野牛 成群结队,在那儿惬意地吃草 或许在他们的世界里面只有草 管它是灰的还是绿的 我经过西日的小镇 小镇虽在,却不见人生犬飞 我就像过客走马观花 现在基地车是我的一切 我的希望在远方 如果你们喜欢我的故事 请关注我 谢谢